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新闻的词统内容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与俄罗斯总统叶利欣达成协议 如果他两个人 事但一个有事 就由另一人接掌他的职务 戈尔巴乔夫 昨天又在俄罗斯议会发言 但是就多次被叶利欣打断讲话 英国报章形容 戈尔巴乔夫受到羞辱 而美国传播媒介就形容 戈尔巴乔夫正遭遇到 另一次政变 杨明龙报道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昨天到俄罗斯议会发表演说 受到热烈的欢迎 不过戈尔巴乔夫 接着就受到议员的质询 甚至是遇到令他十分尴尬的事 当戈尔巴乔夫提到 想怎样改组政府的时候 叶利欣突然拿了份星期一政变当日 内阁的会议记录要他读 过尔巴乔夫读下去 就发现他选出来的内阁 只有一个人 就是驻联合国大使 是反对政变 不过 这样都还没算尴尬 当有议员提到共党 应该列为犯罪组织 而戈尔巴乔夫反对的时候 叶利欣就突然之间插嘴 Let's take a break now and let me sign a decree suspending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戈尔巴乔夫 还想为共党辩护 The entire party did not support the plot banning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过到最后 戈尔巴乔夫都只好同意这一行法令 另外戈尔巴乔夫也都再改组内阁 包括将外长别斯梅尔特内克设职 说他在政变期间立场曖昧 又将被指为政变幕后黑手的 苏联议会主席 奴基杨洛夫停职 另外又将昨日刚刚委任的 代国防部长莫伊杰耶夫撤职 换上叶利欣提名的人 虽然戈尔巴乔夫在政变之后 宣称和叶利欣合作 在其中一个有时的时候 可以互相接管对方的职权 不过事实上 是叶利欣成为实际上的领袖 戈尔巴乔夫已经失了群众的支持 原因就是他判断错误 选了一个叛变他的内阁 而叶利欣的情况就完全不同 当他走出议会 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而当戈尔巴乔夫 走出俄罗斯议会之后 就不断受到人群的侧信 武士尼斯记者杨明龙报道 苏联政变流产之后 俄罗斯联邦反共党的情绪高涨 苏共总部和官方报章 真理部的报社都被查封 洪振英报道 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原用的白蓝红三色国旗 昨天首次在克里姆林宫升起 一群叶利欣的支持者 还在一个空军上教的带领下 游行到各个机关 说要取替共党 苏联共党中央委员会办公的总部 昨天也都被查封 叶利欣的一个左手 还拿着戈尔巴乔夫 同意查封的一张字条 大批群众就聚集在门内边 防止有人拿走文件 苏共总部的大门已经被锁上 准备进行特别调查 资源说 只剩下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 还未被封 一班苏君就在调查人员来到之前 收拾世远离开 不单止苏共总部被封 俄罗斯联邦的调查人员 还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调查 查阅文件和资料 有搜查前国安会主席 黑楼卓科夫的私人办公室 在莫斯科的真理部部社 也都已经被俄罗斯联邦查封 俄罗斯总统叶利欣 指责这份苏共部长 在今次流产政变期间 毫无立场 向国内和世界发表不正确的消息 苏联官方塔斯社社长 也因为同样的罪名 被叶利欣下令设职 而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外边 所有的路障还未撤走 趁叶利欣的军民 会一直守卫议会大厦 直到下星期一 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为止 支持叶利欣的群众说 他们要求民主 过尔巴乔夫也都是时候辞职 群众又在三日前军民冲突的现场设置祭坛 举行宗教仪式 悟念三个被强硬派军队杀死的人 无线电视记者洪振英报导 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预料 苏联波罗的海共和国 会在六个月之内脱离苏联独立 比政变之前的估计快很多 伊格尔伯格又说 政变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哥尔巴乔夫宣布 给他们独立也都不出奇 至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 就由张绍瑜报导 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 拉脱维亚的共党领袖 因为支持政变被捕 大批愤怒的群众 聚集在共党总部大楼外面 向他喝倒彩 这座共党总部大楼 和拉脱维亚共党的印刷厂 也都立即被拉脱维亚政府接管 挂上了拉脱维亚的国旗 而另一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 当局都拆毁了 在首府塔林市中心的列宁像 并且下令禁止共党在各个机关 和企业内的活动 而在立陶宛 这座促立在首府维尔纽斯 五十多年的列宁像 也都终于被拆毁 较早时 在政变期间出动的苏联内政部军队 也都撤返军营 但那些苏军对要求独立的 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 依然是很大的威胁 昨天下午 当波罗的海民众 慶祝政变失败的时候 立陶宛的苏军 曾经在军营里面严密戒避 苏军的领袖还说 要保护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女人 苏军这么紧张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昨天其实也是 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 给苏联吞拼的纪念日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有集会 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 重申他们独立的要求 在爱沙尼亚到拉脱维亚和纳陶苑 都有燃点火炬的仪式 象征波罗的海人民 会团结一致争取独立 母线电视记者张绍瑜报道 美国总统布殊 对于苏联整肃政府内部 表示强烈支持 认为这些变动 是朝向美国所希望的 民主改革目标 布殊拒绝评论 苏联新任命的内阁官员 但是美国官员就私下表示 目前的新人选都是温和派 正在缅恩州度假的布殊总统说 苏联的改革 已经被政变之前加快速度 他不介意戈尔巴乔夫 仍然替共产主义辩护 最重要的是 现在看到改革的实际表现 他说美国对苏联内政 整肃普中立态度 在本港方面 由于受到发现鲨鱼的影响 西贡八个海滩 今天仍然封闭 去这八个滩的泳客 明显是比平时的假期少了 张德然报道 西贡八个海滩 今天仍然挂起 红旗和鲨鱼旗 虽然今天是连续三日 公众假期的开始 但是去这些泳滩游泳的人 就比平时少了 就算是平时假期最多人去的清水湾第二滩 泳客也不多 由于今年特别多发现鲨鱼的报告 所以不少泳客都觉得好素兴 因而少去了泳滩游泳 无线电视记者张德然报道 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 李国伟着氏说 如果实行或一保费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会对比较稳健的银行不公平 谢彩雲报道 李国伟着氏今天主持工商界爱心大特卖开幕礼 为华东水灾筹款 对于销委会建议设立存款保险制度 他就说当中是牵涉很多技术问题 也都要考虑到公平的原则 那你是不是要那些大大的银行 他很保守的 他立的存款保险的费 是应该同一个小银行 而或者他那个管理不好的 同样立的保险费 这个做一个公平原则 似乎是值得很相确的 李国伟也都反驳 销委会关于市民对银行制度 失去信心的论点 他还指出银行存款的数目 近年是不断上升 显示一般市民对银行制度是有信心的 李国伟强调 他并不是完全反对存款保险制度 只不过就觉得 需要小心找出一个既可行 又公平的方法去推行 不过他说 这个问题政府和银行界都研究了二十几年了 母线电视记者谢彩雲报道 文刊广播师素姚祖说 政府目前进行着 多项有关电视广播业的研究